其实也不算大事 最近的耶律浩无耻之急 定下了那样的比赛规则 我们取胜的可能性不大 但挑战已经硬下 不管如何都得应战 杜大山义正辞言 只是比试需要四个人 我只有两个女儿 无意中得知 世子夫人秦氏 当年是广陵府贤德院 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擅长剑舞 骑射 这次实在找不到擅长骑射的贵女 孤儿才来府上 还请侯爷世子答应 帮我们广陵王府一个忙 以后侯府但凡有事 我们广陵王府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杜大山的话 虽然非常有礼貌 而且公签 只是在座的都是聪明人 自然也听出来这些话的反面意思 你们有这么能力 但却不帮忙 那就是不给广陵王府面子 以后平南侯府有什么事情 我们广陵王府不但不帮忙 还会落井下石 平南侯听了这话 后背上出了汗 心里权衡一番 最后决定道 先不说侯府和王府乃是世交 就冲秦氏和王府两位姑娘是同窗好姐妹 就不能不管 既然世子亲自上门跟我说了 我就替秦氏应下了 杜大山很是高兴 勾手道 多谢侯爷 之后两人又聊了一些有关耶律号的事情 痛骂耶律号的五指行径 以及再次感谢平南侯府的慷慨出手 在痛骂可耻之人的同时 杜大山和平南侯的关系也拉近很多 一来二去 到了中午 平南侯留杜大山杜五郎用膳 原本还要喝酒 被杜大山拒绝了 等到事情结束 杜大山要亲自请平南侯喝酒 等到杜大山杜五郎走后 平南侯亲自叫了秦氏过来 道 彭儿媳妇 今天叫你来 是跟你说一件事情 今日广陵王世子过来 请你帮忙 跟杜七杜九一起 和耶律雅阁比赛 事关两家交情 我就替你印下了 你回去好好准备 一定要尽全力 秦琉璃笑笑 心知肚明 如此最好 不会被婆婆刁难了 行李道 是 父亲 儿媳定会好好准备 不给侯府丢脸 秦琉璃注意到 在公爹说完之后 边上的婆母面色难看 尤其是在听到 她爽快印象之后 更是十分恼怒地 瞪了她一眼 秦琉璃赶紧低下头 不敢多说 省得让婆婆的火 撒到她头上 现在有公爹和夫君在前面 她才不当出头鸟呢 昨天夫君让她写那封信 估计也有给她出头意思 现在人家广陵王世子 亲自上门 更是直接解决了 两人的麻烦 如此一来 他们夫妻二人 都不会被婆婆说了 边上的平南侯夫人听了 气不打一处处 道 侯爷 你怎么能答应这种事情 她广陵王府的姑娘 不要脸面 我们不管 可我们的侯府可不能这样 只要秦氏去了 咱们平南侯府 也会成为京城的笑柄 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啊 平南侯看着发怒的夫人 心里烦躁 黑着脸道 好 不让秦氏去 是吧 那也行 顶多得罪广陵王啊 你也不想想 得罪广陵王的 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妇人之剑 头发长 剑是短 呀 平南侯夫人的声音 戛然而止 那就不能找个 不得罪广陵王府 又能不去丢脸的理由吗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你要是能想出来 也行啊 你想啊 平南侯两手一摊 世上哪有这么多好事 不想得罪人 那也得看看 什么事情 什么人 人家都找上门了 而且还说得 那么谦恭 他们家 又不是有不帮的理由 根本 没办法拒绝 平南侯夫人 想了之后 眼神火辣辣的 钉在儿媳妇的肚子上 怒道 都是你个不争计的 你肚子里要是有了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平南侯夫人 不敢对丈夫生气 舍不得对儿子生气 那就剩下 一个碍眼的儿媳妇了 秦琉璃一听这话 整张脸都白了 低下了头 就知道婆婆可能会拿这个说她 秦琉璃虽然做了心理准备 但现在听了 人就非常难过 母亲 平南侯世子 见娘亲如此说 特别心疼 他们才成亲一年 没有孩子 也属正成啊 喊什么喊 平南侯夫人 瞪着儿子 我说错了吗 你娶了他 我同意了 可进门一年多了 还没还上 现在又要出 这样妖蛾子 是不是想让我们 平南侯府 丢人现眼啊 平南侯见状 挥挥手道 又不是儿媳妇要去的 是广陵王世子来邀请的 你对秦氏发什么火 带你媳妇先回去吧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由着妻子 在这里乱说 诱伤和睦 到最后还得帮忙 若是传出去 出力还一点不讨好 平南侯世子 听到父亲的话 带着妻子离开 侯府里 也只有父亲 可以让娘亲改变主意 她和妻子留在这里 只会让母亲 愈发刻薄 让妻子受委屈 我说两句怎么了 你们都护着她 平南侯夫人恼怒道 还有几分哀怨 家里的男人都是怎么了 平南侯见妻子如此 叹息一声道 哎 太医也说了 两人身体没问题 现在没孩子 那就是还没到时候 当年 你也不是进门三年 才有育儿 一提当年 平南侯夫人 更加哀怨了 道 当年我是进门三年 才有儿子 可你也没护着我 婆婆往我们院子里 左一个右一个的三人 你倒是来者不惧 找单全收啊 那三年 我流了多少泪 一个没良心的 平南侯心里 大吐苦水 谁还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现在儿女这么大 妻子还吃儿媳妇的非错 怪不得儿子 越对儿媳妇好 他就对儿媳妇更差 原来是看情势不顺眼啊 好了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在心里了 我现在心里只有你 行了吧 平南侯不希望妻子继续唠叨 红着脸说了两句软话 平南侯夫人听到丈夫的话 心里舒服很好 真的 老夫老妻 早哪儿去了 平南侯别过脸 然后道 这件事情 既然我们已经议下了 那就做好 咱们帮了广陵王府的忙 他们欠咱们一个人情 以后咱们若是有事 人家也会帮咱们的 世家勋贵之间 不就是这样相处的吗 再说丢脸 那也谈不上 被人欺负到面前了 还不反抗 那才叫丢脸呢 平南侯夫人擦擦眼泪 道 夫君说的是 那嫡容是很过分 咱们不能干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儿媳妇那里 我不说她就是了 按理说 咱们儿媳妇擅长骑射 身体很好 应该很快就怀上了 可 唉 不说了 一说就一肚子糟心事 说的是 莫要担心 何时娶妻 莉子 那是天定的 平南侯安慰妻子 让她想开点 侯爷说的是 平南侯夫人应下 和平南侯和好如初 且说秦琉璃和平南侯世子 回到院子里 秦琉璃心情低落 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平南侯世子健壮 便找了个话题 道 莉儿 之前看到你收拾一套骑马装 你放在什么地方了 拿出来 传给为夫看看 说是不合身 赶紧改改 秦琉璃抬起头 注视着夫君的眼睛 担心夫君 也是跟婆婆一样的想法 道 夫君 你不愿我 没怀孩子吗 平南侯世子 俯在秦琉璃耳边 咬了她近白的耳垂 道 没怀上孩子 不怪你啊 要怪 也怪为夫 没有辛勤劳作啊 听了这话 秦琉璃面红耳赤 微微歪着头 眉目含情 催了一口 坏透了 平南侯世子 突然抱起妻子 在屋里转了个圈 道 哈哈哈哈 我还有更坏的 小娘子 要不要试试啊 试着试着 就试到了床上 秦南自经 白日宣吟 不合理法 全部抛到脑后 等到云雨出歇 平南侯旧式重提 让秦琉璃穿骑马装给她看 秦琉璃翻出压箱底的骑马装 然后把长长的头发 梳成男子的发式 红色的骑马装 配上利索的发际 阴姿飒爽 别有一番韵味 平南侯一时间 看得愣住了 一不开眼 一个恶虎扑羊 再一次把别有韵味的妻子 压在了床上 诶 琪马装 我的琪马装 秦琉璃的声音 转变成一声声交迎 断断续续 等到秦琉璃醒来 已经是夕阳西下 秦琉璃拧了夫君一把 真怒道 真是坏透了 换上衣服 开始整理 被弄皱的琪马装 荒唐了一个下午 秦琉璃有点晕乎乎的 拼拿猴柿子 一脸满足 犹如一只 吃饱的老虎一样 斜躺着 看着妻子 嘟着嘴巴 絮絮叨叨控诉她 唉 这么美好的女子 是她的妻子 真是三生有幸 她有点迫不及待 看着妻子 穿着骑马装 策马奔驰的 赛爽阴姿了 有了秦琉璃帮忙 杜琪妹杜九妹 开始在家里 筛选其他合适人选 在京城里 是有很多 曾经在贤德院学习的 只是她们学习的 是其他课程 没有骑射 根本就帮不上忙 一天下来 一无所获 小九 咱们只有三个人 怎么办 杜琪妹皱眉 这次 难道她们要因为 凑不起人数 没法参加比赛 直接输掉吗 杜九妹摇摇头道 我们还有四天 还有机会 不到最后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认输 虽然嘴上安慰七姐 但她真的没有把握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人才辈出的京城 居然没有几个女人 擅长骑射 杜九妹不相信 但只是觉得那些人 只是不愿意站出来而已 杨氏 直接想着两个女儿丢脸之后 以后该怎么挽回名誉 她们自己的家长都这么想 更别说其他人了 冷水寒见杜九妹 愁眉不展 道 要不 我给你找个人顶替一下 不到最后一刻 这个法子不能用 这耶律号 真是坏透了 不是出生世家贵女 还不行 杜九妹怒道 那耶律号 也不知道 从哪弄来的三个狄戎女 原本杜九妹以为 这是耶律号找人假扮的 可广陵王派人调查回来 那些的确是狄戎的贵女 想拆穿耶律号的恶心嘴脸 都找不到合适的证据 冷水寒眉头紧皱 十分苦闷 最近那个叫耶律雅阁的狄戎郡主 居然到处宣扬看上她了 让她一个新科状元给她做男士 她眼光这么高 怎么能看上那个肥婆娘 不过 也不是所有的肥姑娘都不好看 若是换成小九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杜九妹见冷水寒 比他们姐妹两个还发愁 就想到了耶律雅阁说的 那一些霸气宣言 我要这个男人做我的男士 哈哈 杜九妹没忍住 笑出声来 缓解了心里的郁节 冷水寒脸红 别扭道 有什么好笑的 唉 幸亏我是个小女子 就算输了 顶多被那耶律雅阁说两句 可你就惨了 人家要把你抢走 做男士呢 杜九妹坏笑道 凭你的姿色和身手 应该能够成为耶律雅阁的第一男士 你闭嘴 冷水寒恼怒道 别人这么说就罢了 你可是我朋友 怎么能这么说 气死我了 杜七妹见冷水寒生气了 赶紧拍了杜九妹的后背一下 道 口无遮拦 小心我告诉娘亲 让她罚你 李锐听了冷水寒的话 心里暗笑 这个冷水寒呢 到这个时候还嘴巴硬 之前他们也跟冷水寒开玩笑 冷水寒根本就不在意 还侃侃而谈呢 可在杜九妹面前 尤其是被杜九妹说 更受不了了 杜九妹见冷水寒生气了 耸耸肩 平时他们经常开玩笑的 今天怎么了 不过呢 杜九妹也觉得 刚才说的话过分了 可能是伤害到冷水寒 最弱的自尊心了 道 好了 冷大哥 刚才是我不对 你就别生气了 听到杜九妹软软的声音 冷水寒那颗心也跟着软了 不生气也可以 那你以后 不能再说那样的话 冷水寒别扭道 反正 我才不喜欢那样的女子 那 那你 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 杜九妹转头问道 若是伯母不方便来进城 可以让娘亲帮你相看呢 冷水寒听到杜九妹的话 看到杜九妹那一副 事不关己 高高挂齐的模样 心里又憋了一口气 哼了一声 道 我喜欢 什么样的女子 干嘛告诉你 说完 跟火烧屁股一样 几个起落飞奔出去 冷水寒的反应 让众人很是吃惊 杜七妹看向李瑞 小心翼翼问道 梗大哥是不是 被耶律雅各逼疯了 这才刚考上状元 还没大展宏图 振兴加业 若是被逼疯了 那也太可惜了 冷峻大叔 估计要哭晕了 李瑞歪着身子 捏了身边的杜七妹的小手 小声嘀咕道 她不是被逼疯了 她是 她是有喜欢的了吧 李瑞这话一出 杜七妹杜九妹两人 齐齐看向李瑞 两眼八卦 尤其是被冷水寒 喜欢的杜九妹 更是好奇 一点吃醋 酸涩的表情都没有 唉 她那冷凶 真真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一片真心错付 哪个姑娘啊 杜九妹八卦问道 是我猜的 应该是有喜欢的人了 李瑞善善说道 当事人都不说 她也不好点开 若是她们有心有意 自然会有下一步 见李瑞不说 两姐妹很是失落 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 可以配得上 别扭 但又十分优秀的冷水寒 不过她们的八卦心思 很快消弥了 她们还要继续寻找 擅长骑士的女子 没功夫继续八卦了 时间又过了两天 杜七妹杜九妹 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有的人会骑马 但不会射箭 有的人会射箭 不会骑马 有的两者都会 但却不精通 近来只会拖后腿 就在广陵王府发愁的时候 一个穿着贤德院 特别定制的骑马装 梳着富人发迹的女子 骑着马来到广陵王府 门房的老头 最近也听说 府里正在找擅长骑士的女子 这个女子身上穿的衣服 和七小姐九小姐一样 而且还骑着马 说不定就是姑娘们要找的人呢 这位夫人 来王府是找谁啊 门房主动打招呼 不见以前公告在上 若是以前不管谁来 都是别人乖乖上前报名 而不是他巴巴的询问 宰相门口七品官 他这个王府看门的 最少也得七品啊 来的年轻夫人笑道 我是张玲珑 广陵府淮南世家张家 八年前在广陵王府上学 学习骑舍 以优异成绩毕业 三个月前跟着夫君来到京城任职 我夫君在汉林院 听说杜七姑娘杜九姑娘 需要人参加比赛 小夫人毛遂自荐 还请老丈通报 一听这话 门房的老头笑得见牙不见眼 好好 你先到里面坐坐 我这就去帮你通报 门房老头把人请进去 然后让跟班看着 自己亲自去报信 这样的好消息 自然是立功的机会 可不能让别人去 门房老头找到了杜大山 跟他说明情况 杜大山大喜 一边吩咐 让人把张玲珑带进来 一边让人去叫两姐妹 而且还不忘吩咐人去调查这张玲珑的底细 杜七妹杜九妹 听到有贤德院毕业的学姐过来帮忙 大喜过望 亲自去迎接张玲珑 为了找人 他们急坏了 张玲珑现在大约十九岁年纪 鹅蛋蝶 三年前成亲和夫君一起在京城 曾经在贤德院学习 杜九妹他们在贤德院上学的时候 张玲珑早就毕业了 所以不认识 见过七姑娘 九儿姑娘 张玲珑见礼 看到张玲珑穿着熟悉的骑马装 杜七妹杜九妹赶紧上前见礼 道 张师姐好 既然来了 我就不啰嗦了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我曾经在贤德院学习诗词 剑舞 骑射 三门都是以优等毕业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拖累两位姑娘 还需要录两手吗 杜七妹连连摇头道 张师姐说笑了 若是优等的成绩都不行 那我和小九更不行了 张师姐能自告奋勇过来 我们信得过 不需要录两手了 张玲珑笑笑道 多谢七姑娘 九姑娘的信任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对了 除了我 两位姑娘还有谁 还有秦琉璃 秦师姐 杜九妹回答 她也是咱们贤德院 她也是骑射成绩优等 张玲珑想了想 问道 是不是眉心有个朱砂痣 眼睛狭长 额脸蛋的姑娘 杜七妹点头道 是的 秦师姐眉心 是有一颗朱砂痣 哈哈 那就是了 张玲珑笑笑 我快毕业的一年 来了一个小姑娘 叫秦琉璃 她非常聪慧 也非常认真 我们还在一起学习呢 哎呀 那真是太巧了 杜七妹惊喜道 明日我就把秦师姐叫出来 咱们四个拒绝 咱们四个拒绝